欧洲这阵子的状况只能够用凄惨来形容 全球都看到了欧洲国家的窘境 2月上旬 乌克兰的局势依然紧张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后 俄乌战争开打之前 我们曾经预测 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去 中国会是获利的一方 而美国在初期所获得的利益 将会慢慢地吐出来 这将会扭转中美对异的局势 虽然在初期的时候 美国会是获益的一方 美国可以借由俄乌的局势团结北约 同时又可以对欧洲进行收割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 美国能够获得的好处会越来越少 关键就在欧洲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迹象 趋势也慢慢地出现了 一年前 大家都说美国通货膨胀节节升高 但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欧洲的通货膨胀越来越高 最终超越美国 8月的时候 欧元区通货膨胀来到了9.1% 这就让一些欧洲人纳闷了 怎么美国的通货膨胀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欧洲紧跟着美国 对俄罗斯金融制裁 又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与天然气 缺油又缺天然气的欧洲国家 迎来了高涨的能源价格 电力价格一年内上涨将近10倍 导致一些工业生产 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电力价格 纷纷把生产线移出欧洲 能源价格高涨 通货膨胀高涨 一方面欧洲民生消费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欧洲面临去工业化的现象 一些钢铁与化肥产业跑到了美国 还有一些生产线跑到中国 或是在中国加码投资 一个偌大的欧洲经济体 被中美俄三方用不同的方式拆解 然而这还不是最悲催的 9月26日 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把欧洲的哀歌推向了最高峰 断绝了欧洲与俄罗斯 在能源贸易上的和解希望 就在这时候 美国以解救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却是把天然气高价卖给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这个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这不是有意的真正意义 马克龙的意思是说 美国如果再这样干下去 美国与欧洲就不再是朋友了 前几天马克龙又再度批评美国 高价卖天然气给欧洲 换一个角度来想 美国与欧洲同在北约里头 大家都是在安全条约之内 而美国也是以盟国的身份 要求欧洲国家团结起来 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 并且大家都要尽力支持乌克兰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对抗俄罗斯 所以美国与欧洲是战友 但是又岂能够踩在战友的身上 大赚战友的钱 自己闷声发财呢 这方面马克龙可以说是深刻体会 2021年9月 美国拉着英国与澳大利亚 成立新印太联盟欧卡斯 截断了法国向澳大利亚 建造潜艇的大单子 现在又要大赚欧洲国家的钱 这时候战友这个称呼 太过沉重了 仍不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欺盟 就算是呆子 次数多了也会反省 虽然欧盟也的确是 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因此有不少人看清欧洲 认为欧洲没希望了 不过我们从未放弃欧洲 年初的时候我们说 欧洲之所以为没有觉醒 走向独立自主 主因是吃的亏还不够 然而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像是一记闷雷 轰然一声敲响了欧洲人的脑袋 此风不可尝 此情难堪 此恨可以报吗 说归说 天气已经冷了 冬天就要来临 但是欧洲高涨的天然气 与电力价格 却丝毫没有降下来的希望 物价上涨 电力价格上涨还可以忍受 但生产线出走 欧洲无法承担 一旦工业出走 会立即造成人民失业 政府税收减少 失去的产业与就业机会难以回来 这是欧洲无法承受的 都说欧洲吃的亏还不够 现在已经吃了大亏了 而且还只是刚开始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过去文艺复兴的欧洲 殖民帝国时期辉煌的欧洲正在断裂 于是欧洲的有识之士站出来了 前阵子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面喊话 他为欧洲的方向辩护 首先 他警告西方各国应该认真对待普京的发言 然后他又明白指出 如果没有当初俄罗斯低廉的天然气 德国不会淘汰核能和煤炭发电 默克尔清楚明白地指出了问题 以及俄罗斯低廉的能源价格 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这两位大男人 扛不起欧洲的重责大任 最终只能靠老大姐默克尔来发话 默克尔这番发言 颇有一点当初邓公南巡时候的说话 犹如一记春雷敲打了欧洲政界 这也让马克龙再次发声 批评美国以高价卖天然气给欧洲 同时德国那边也发生了变化 向德国人民鼓吹价值观 借此显现德国与中国在价值观的差异 到了今年更是大力倡议跟中国经济脱钩 身为德国总理的舒尔茨 也在七八月份的时候附和新闻媒体的说法 希望德国企业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我们在八月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指出 德国也想与中脱钩 恐怕没这本事 德国在能源上依靠俄罗斯 还借此走向绿色能源经济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市场 哪里有可能同时摆脱对俄罗斯与中国的依赖 德国实在要好好的颠颠自己的分量 一场俄乌战争 把欧洲的能耐打回原形 高傲的欧洲终于要低头 舒尔茨已经确定要在11月率团访问中国 而且这是一个工商企业领袖代表团 这将是从2019年11月以来 首位欧盟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 来干嘛呢 当然是来中国商谈投资与贸易 投资需要市场 贸易也是看重中国的市场 因为在这时候 中国的市场太重要了 也只有中国的市场能够救到了德国 我们毫不讳言地说 中国的市场是德国唯一的生门 也是欧洲唯一的生门 现在 德国政府部门正在为中资入股汉堡港的问题 出现严重的分歧 去年9月 中原海运和汉堡港签署了协议 中原将收购汉堡港35%的股份 但是中原没有任何的决策权 也没有数据库权限 这么好的交易 德国政府竟然还摆起架子 德国的经济部与内政部多个部门 想要拒绝这个案子 然而身为总理的朔尔茨 想要立扛多个部门 要求这些部门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案 好歹朔尔茨曾经担任多年的汉堡市市长 他绝对清楚中原入股汉堡港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远远不只是大家口中的基建狂魔 会搞基础建设 铁公路系统 桥梁 港口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手上有货 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是全球第一生产大国 供应链中心 中国的货物运到哪里 以哪一个港口为转口站 或是运输中心 哪个港口都会兴旺 中国团队2010年 接管比雷埃夫斯港的成绩单式 三个月后实现了单月盈利 不到两年的时间 便弥补了港口的全部亏损 不只是运营上的转亏为赢欧 而是全部的亏损都赚回来了 如果德国的审批部门还不能够审视多事 那么很抱歉 此处不欢迎 自然有别的国家港口欢迎 德国不欢迎 还有比利时的港口与荷兰的港口 随着舒尔茨态度的转变 欧盟官员也出现了转变 舒尔茨前镇子表示 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想和中国脱钩 你瞧 舒尔茨现在不想跟中国脱钩了 于是他也发挥了影响力 拉着其他欧洲国家 大家都不跟中国脱钩 总之在北西天然气管道被炸 再加上美国高价卖天然气给欧洲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把欧洲对美国的信任给压垮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 中欧关系将从此留案化名 也并不表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将会立即改善 不过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今年的中美俄欧四方博弈将会很精彩 而且中国会是与善关金的那一位 很简单的道理 有三个理由 第一是中国不折腾 第二是中国开放市场 第三是中国坚持对外平等互惠 共同发展 欧洲这个冬天面临的是一个死门 如果不早日觉醒 早日解决 经济衰退与动荡就很难避免 而中国却是欧洲的生门